金正恩的女儿可能看过爱的迫降 所以金正恩为了讨好他的女儿 就这个画片 他的女儿还用望远镜头 他的什么 北韩的军人要从天而降 做一个迫降行动 可是今天天气很差 天气很差 他想说要停止 他说没人敢停止 因为金正恩说 我女儿都来了 谁敢停止 就很可怕的是 造成非常严重的伤亡 对男孩的偶像剧爱的迫降 与主角呢 另外去玩这个 既然掉到了北韩的边界 所以他觉得说 哇这个东西是一个浪漫的爱情剧 结果金正恩带的小公主 他的女儿金主爱去视察 结果他们这个北韩呢 他弄一个什么东西 弄一个像是从天而降 像冰雹一样 而且呢掉入了这个 假想敌的敌后 然后呢他们要这样子 要直接反攻过来 可是呢因为老板来了 竟然在强风的过程当中呢 很多的幕僚在讨论说 要不要真的 要不散兵要跳下去 结果老板到了 今天要比赛 今天要在进行的时候 就这个画片 对 要进行的时候居然强风大作 对 完全不适合迫降 真的不行 真的没办法跳伞 但是呢这个运输机还是升空了 升空之后呢 还是一声令下 真的出现了 像冰雹一样下来 可是呢你仔细去看哦 很多很多在空中 伞是打不开的 伞打不开 然后另外来讲的话 是因为他想要做成一个什么 冰雹的样子 所以呢很剧烈的 大家撞在一起 很多的伞是缠绕在一起的 缠绕在一起 对 你自己的伞有打开的话 你就可以 爱的 迫降 如果你的伞跟别的伞 伞绕在一起的话 那就只剩下坠落的一个意图 对 所以呢 在现场发现了很多很多人 有的是伞打不开 有的是这个伞跟别人 纠结在一起 对 而且呢这画面其实呢 非常的可怕 因为在整个过程当中的话 我相信啊 金主爱拿着这一个望远镜 他应该是有看到了 可是以北韩SOP的话 还是一样 完美 不能停 对不能停 而且呢是一个完美的一个训练 甚至呢出现了一个报道 也说就是我们真的是 完美的一个迫降 然后呢 在进入敌后之后呢 还是可以奋勇杀敌 他们来讲的话 就是为了配合金正恩 因为他们说 这一个爱的迫降 要把它弄成像冰雹一样 这样子集体 冰雹行动 对冰雹行动 是谁想出来的 是金正恩 是伟大的金正恩想出来的 所以你不可能因为 天后的一个状况 然后呢 伟大的金正恩 想的都不适合这个状况 因为他是天才啊 他怎么可能会有一个 不能实行的 所以呢造成非常多 二十几岁的散兵 不幸胜亡 政治观点 独家内幕 国际趋势 财经焦点 重案解密 火线搜集 全方位 报内幕话题 不设限 我是张道合 周六周日 决战关键 单眼来上线